你不要走 如果你不要走 翠芝 我真的不想骗你 什么对你好好 照顾你一辈子 这些话我可以骗你 但我骗不了我自己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能力 做到这样 与其以后让你恨我 还不如不要开始 我不希望你后悔 我不后悔 无论我们的条件好与坏 我们都有选择爱与不爱的权 对不爱的人要懂得放手 对爱的人要懂得珍惜 初怀 你退婚不是为了别人 是为了我自己 只是在你看来 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可是在我看来 这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我骗不了我自己 其实 初恢 带我走 带我走 初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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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恢 你不要走 快点了 不要走 不要走 初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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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长 风干雾燥 我也是建花献佛 特地炖了些院窝 让会长润润口 我知道你好甜口 特地在燕窝里面加了栗子蜜 你好用心啊 曼璐啊 我有些事情要去南京一趟 你好好养着 我回来再来看你 洪才 会长 照顾好曼璐 会长发心 一定 会长 外面天气好 我呢 身体有利索 我去送送你吧 好 那行了 行了 别唱了 别唱了啊 明明说好送完会长回家安胎 你这又唱到哪一出啊 天天安胎 比坐牢都不如 人家蹲班房啊 都有放风的时间呢 会长在交代我责任重大啊 您这天天不消息 上回去育员 再上回去静安寺啊 你少啰嗦了 你那么多废话干吗 只要我开心了 我肚子里面的孩子就会开心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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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是告密夫人 这枕边风啊 还得麻烦您多帮我吹一吹 好好看你的车 你闻闻 你闻闻吗 闻什么呀 好香啊 那 那边开了个新的凯司令啊 我说呢 我怎么肚子里面的蚕虫 一直在挠着我 你停车你帮我去买蛋糕 买什么蛋糕 你没看牌那么长的队吗 看戏要晚了 崇洪才 你胆肥了 你敢拒绝大肚婆的要求 你 我的孩子出生之后 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问你是问 买不买 买买买买买买买 买买买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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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着 看着 别看着 让一下 让你吃 吃个豆 让你吃吃豆 老板 看看那个女的 女的 住哪个房间 楼上第一间 她在那边住了很久了 小安老啊 谢谢 我跟你讲啊 你现在必须马上走 上海滩你是肯定待不了的 哥哥一起走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你讲的 我讲的 风先生 怎么这么巧啊 原来你们两个是老相好啊 曼璐姐 快 曼璐姐 我求求你了 这个事情不能对外讲的 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人的小命 都没有了呀 曼璐姐 放 我们一条生路 我说你们两个 是不是一早就计算我了 曼璐姐 你就是借我个胆我也不敢呢 你拿着石老板的钱 在这里养小白脸 你胆子够大的啊 都起来吧 别跪着了 我受不起 曼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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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我没花石会长的钱 他也不是小白脸 他跟我从小就认识了 我们从小就要好 后来我进了百乐门 实在没有办法才分开的 你要相信我 我没兴趣你们两个人的丑事 信封的 我们俩的是一马归一马 是 你帮我投股票的钱 你得连本带利给我吐出来 钱 钱 曼璐姐 钱 都在这 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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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甩叫花子 你跟我玩什么花样 你活腻了是吧 走 咱们去石老板那边 曼璐 你相信他本来 什么孩子 别跟我来这套 信封的 你老实告诉我 亏了多少钱 都 都没了 你说什么 天作孽有可活 你自作孽不可活 你敢在我面前玩 空手套白狼 你等着喂鱼吧 走 去剑石老板 什么来的 曼璐姐 我都跟你说实话 阿丽娜 她就是想弄点钱 然后去搏日搏命 多赚点钱帮我赎身 结果 结果她命不好 钱全被朱红财骗走了 她也没办法 她都是为了我呀 曼璐姐 你相信我 今天我说的话 要是有一句假话 你今天就弄死我 好吧 丽娜 要死让我死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我不能再让你过那种 生不如死的日子了 曼璐姐 这件事情跟菲娜没关系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要杀要剐任你处置 我跟你走 找什么找 当什么打 姐姐 这些年呢 我在百乐门也攒了点钱 我本来想的是 好回乡下 弄点钱 找个人结婚 结果我菲娜 哪有这个命啊 你说对吧 我算什么身份啊 这样吧 阿丽的钱 我来还 至于朱红财那个王八蛋 做过洪财的事不用你操心 你先帮你的男人还他的债 你现在是百乐门的头牌 不可能没点积蓄吧 菲娜 你可是我们 你让开 菲娜 你是书生的姐呢 你给我闭嘴 菲娜 菲娜 还帮我钱 还帮我钱 好好钱 我求求你了 那个是菲娜 重生的钱 那菲娜 重生的钱 姐姐 从今天起 我菲娜的几条命 就是你给的 看待我们姐妹一场 我就饶了你们俩这条狗命 可是你把脑袋 拴裤腰带上的事情 你可别做了 我跟你都没这个命 还是趁早断了吧 你 你说你不好好在车上待着 你 你非得瞎跑什么呀 我找了半天 你万一出会什么问题 我怎么跟会长交代 我懒得跟你说啊 说你也不懂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为一霄的人憔悴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山无棱 才敢与君觉 土包子 人 土包子 对 土包子 土包子啊 土包子啊 我何尝不是个土包子啊 停车 又干吗 去金安市 我要去烧香 我还给我 还给我 我还给我 你最近去哪里发狠财了 去哪发狠财 还是跟着会长混口饭吃 周公才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头上山池有神明 我的钱呢 姑奶奶 你看你这话说得没头没尾的 你钱你问我 我哪知道啊 行 你不说我去找会长 帮我做主 不 修修修修 你看你这暴脾气 得亏这会长早晨还夸你是贤惠呢 我说我说还不行吗 还钱 一分钱都不能少 你看看 我的心思啊 只有菩萨才能知道 那个封先生 早被那个交易所给出名了 我是怕你吃亏 所以才出此下策 给劫糊了 不过你放心 这个钱 我买了股票正涨着风着呢 保证你不吃亏 怎么样个不吃亏法 咱俩平分哪 不 我比那个封先生有良心多了 我四 你六 行不行 全部都是我的 可以 这是定金 还舊 或漠 连玩家 咱修修修修修修修 所以秦 pref 这叫情人眼中除夕诗 你才刚退婚 我们就这么习气 有些见妥了 男未婚女未嫁 就让他们收去 看爸你高兴的 嘴都快挂在耳朵上了 也不知道害臊 事实上奶奶教训的是 恩 金刚经 你什么时候信了不 没听你说过 就你话多 亵渎了 你快点走吧 我要赶紧抄完给伯伯送去 给我妈妈 吴曼珍 我这媳妇果真没有挑错 你这佛脚抱得可绝了 不如这样吧 我留下来当你的书筒 帮你淹没怎么样 你不要取笑我了 其实我心里很不安 毕竟退会是以往而起 我总觉得 我想把你这里打开 看看你的脑袋里 到底在胡思乱整齐什么 你 我这样做 会不会显得刻意套好了 你想太多了 我妈最爱这个了 但是少奶奶 我们可以先去吃饭吗 吃完饭再回来炒也不吃啊 看你们这一个个的啊 谁在胡呢 妈 您请上座 请问你来干什么 我是带来我们老爷教区 但那么一个有头有脸的人 就叫人家退了婚 气得都练过去了 你 你说老爷怎么了 我说连为老爷还在病床上 你们却还在这儿 验人慕自子相齐了 容容 妈 老爷 撞枪作势 梁叔 送客 别管我 快去问问你爸 你到底怎么样 快 快去吧 世君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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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牢牢 为什么还是想不通 这个世界上 哪有赢得了子女的父母 妈 世俊 我那个 我 我放在这儿几个老珊珊 我怎么找不着了 还有 还有 妈 我去问了全叔 大夫已经去看过了 爸爸没什么大碍 我不放心 万一他有什么闪失 我还有什么指望 快给我背车 我要过去看一看 妈 爸爸没什么大碍 我这两天 吃不下 睡不着 难道就运在这事上 妈 虽然退婚 是脆肢提出来的 但是是我先闯出来的祸 我这就去小公关 想父亲今天 你给我站住 你不能去 你爸爸现在必定见不得你 你这是火上浇油 你还是去找梁叔问问 那几号老珊珊放在哪儿了 好 不要 啊 这样会不会开心一点啊 你父亲的身体要紧吗 你都听到了 家里都闹翻天了 别理他 你又何苦要瞒着我 你父亲生病了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从小 他整个心思都在园台 就算是逢年过节过尚里面 也像是类型公事一样 在我的记忆里 他从来不会生病 对不起 时君 对不起 这倒是让我觉得莫名其妙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二期 如果我没有兰兰青 就不会发生些些 那我可是要怪你妈妈了 这话总会说起来 若不是他把你拴下 我又怎么会如此失了封寸呢 世君 不要对我这么好 我怕我会离不开你 离开 要走也是我带着你走的 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面团 好 细听遵便 有时候觉得这样小小的快乐 都很奢望 甚至 我会有些愧疚 望着他吧 就这么一回 可惜 我们没有办法陷队父母 父亲只会让母亲留眼来 日复一日的失望 如果没有是爱一个人 又哪里来的恨呢 我刚才看见 我刚才看见 你母亲拿着你父亲的照片 在抹眼泪 父亲 只会让他失望 他却一直放不下 我也知道你早已订婚 不也是放不下吗 我 十几年的心结 还得你去解开 我父亲是不会回来的 你也没去接过 宋大夫看的药 你都按时吃了 把你开打措 接下来 这是杆银行的 对不起啊 我 你不能把他辅助我 我那样的 你能不能给你理解 天童的事情 你能有此够 你不认为我 这种 difficulty 在我眼里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死人 一种是病人 你看你说的 自己身体不好就要好好地保重 保重 我怎么也得保重到 弑君结婚那天我再死 我说呀 这两个孩子互相都不愿意 就别非得往一块儿拧了 你这个人呐 就是糊涂 你说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 咱们沈家的这些事交给谁呀 那肯定是交给弑君 是吧 现在袁太子生意不好 如果我们不在上海打开一片天地的话 恐怕到不了我死就熬不下去了 还要跟你说这些也没用 生意上的事你不懂 是 我不懂 可是要相信弑君的能力呀 难道不求实家 不借助他们的力量就不行吗 凭我们一个小小的商人 想要在上海打开一片天地 那叫异乱即时 说起来了 等我这病稍微好一点啊 我还真得再去一趟上海 谈谈皮货店的事 你现在不能去上海 为什么呀 你自己的身体不好 你就生意上的事情应该放一放 你看 小剑都这么大了 你也该想想天龙之乐了 老爷 应该喝药了 蓝芯哪 给我拿来的这个药 我觉得挺对症 以后我就吃这个了 老爷 太太 二少爷来了 呦 把你给我倒出去 爸 这些年你想要做什么 我哥妈从来没有拦过你 但如果你心里有这个家 有我这个儿子 就请你 跟我回家吧 世君 别闹了 干吗 回家 我还没说 爸 树高签诏 落叶归根 妈 妈 你怎么了 你不是忘爸回来吗 你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 不该就这么过去点个炸杯 我们这个家他不应该回来吗 还是你根本不愿意他回来 你觉得他能回来吗 那边肯放人吗 两边闹起来 让人家笑话 又给你爸爸添堵 我不是意气用事 我们家比小公馆更亲近 更适合养病 妈 很多事 你不说出来 闷在肚子里 爸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爸回来这件事 就交给我来办 你大了 这个家是要交给你管了 你去跟宋大夫说一下 我要找他去问个明白 嗯 顾小姐 梁叔 大少奶奶丰富 要让我们把这个秋千搬走 为什么要搬走 小少爷上学堂了 大少奶奶怕她玩物丧志 梁叔 二少爷有事要吩咐 叫你去一下 来 二少爷 人都齐了 老爷接下来 准备回家里养病 我们家里 需要好好整理一下 也不需要什么大惊动 就是让他老人家 觉得舒适些就行了 照顾病人 赢朱最妥当 是 二少爷 他从小就在我们家里工作 凡事熟悉 也不用再麻烦梁叔 重新交起 荣桂 少爷 你做事细心 又是几个字 你去开芳拿药 我能安心些 是 至于其他人 个人照旧 做分内的 多劳多得 一切都按照老规矩 接下来 可能会辛苦一些 就麻烦大家了 梁叔 让我们散了吧 退下吧 是 二少爷 老爷 真是的 都是屋子里的杂事 吩咐我就得了 还劳烦你这个大忙人 你有什么不得进的地方 尽管问我好了 谢谢大嫂 梁叔 梁叔 父亲回来 大事没有小事肯定不断 我们家一厢简朴 就怕父亲会有很多 不习惯的地方 家里的杂事 你就不用一一禀报 至于必须花销的地方 这些我不懂 就问大嫂吧 是 二少爷 大嫂奶奶 老爷回来 我们必当尽心尽力 绝不会有半点的差错 好 那我去忙了 二少爷 倒下是管过家的 事事都想到了 就只漏了一处 那位顾小姐 怎么办 若是老爷回来看见她 只怕 病情又要气得加重了 欲加失罪 何患无辞 好 这帮人干什么吃呢 叫她们把秋千搬走 怎么还在这碍影 顾老师 我看 我看你也是聪明了 怎么这样没有眼力 小剑已经去了学堂 学生都没了 你还要赖着不走吗 大少奶奶 小剑毕竟是个孩子 秋千留下 她放学之后玩一玩 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好啊 秋千留下 你怎么 怎么样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也并不喜欢你 不过你是主我是客 客人有客人的理 我敬你是大少奶奶 可是你别忘了 我毕竟是世君勤来的客人 要走我自己会走 用着你来叫我走 你也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小姐 带客知道你应该清楚 金鱼也好 秋千也好 都是被我连累的 但你完全不用因为我 去伤了你儿子的心 少在这里给我装好人 你一来 就把家里闹个人养麻烦 现在老爷也被弃病了 现在老爷也被弃病了 他马上就要帮我回来了 我倒要看看 你的脸皮有多厚 是不是非要等到老爷赶你走 我 做一个人 我叫你 初遇境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戏不带 孙先生老了 让他多顺顺心 千万不能让他再受刺激了 有劳您辛苦了 妈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 我正好要找你呢 差一点就认不得正宫子 爸爸多挑剔的一个人了 该我经手的事情了 我怎么逃得掉呢 再说他要回来 我家里边肯定少不了要来客人 总得布置得像样一些 大夫怎么说 我忘了 让梁叔去问问那边 你爸爸回来的时辰定了没有 还有 我得交代你个事情 你别忘了 让梁叔去做新窗帘 我这个脑子怕记不住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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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照了 要去乡下找一点上好的鸭蛋 今年我要早一点腌制 你爸爸最喜欢这个味道 这是什么节气啊 还早呢 腌什么咸鸭蛋呢 早点好 你爸不能等太久了 你爸要回来 我是不是不该这么高兴 爸还没回来 妈妈倒是没了魂 不管你爸从前怎么样 对你他可是什么都没缺 对我 你妈这辈子啊 活得太苦了 是因为有你这个儿子 妈才想了点老来的福 你爸这次回来 要说怎么破镜重圆呢 也是不会的 可是我能守着他 陪着他 就已经够了 都是我的好儿子 把我的魂给找回来了 妈可没白疼你一场 妈 你知道吗 其实你还要感谢一个人 谁呀 满真 若不是他 我是不会去小公馆的 你的心思我明白 顾小姐是贵客 我会妥善安排的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你爸的身体 任何人都不能惹他生气 我真后悔 把漫真的心意 变成了坐镜子子 你和顾小姐 都还年轻 来日方长 可我和你爸都老了 答应妈妈 我求你 我真的求你了 儿子听话 儿子听话 丈夫回家 圆满了 妈妈姐姐 妈姐姐 小鸡 妈妈姐姐姐 妈妈姐姐 妈妈姐姐 你让你喊妈姐姐 站住 站住 跟谁不学好 回去做功课 不 再说一遍 干吗呀 妈妈 这孩子上了一天学 回来你就凶他 他就知道玩 一点都不学好 学堂好不好玩 让他去玩一会儿吧 何必为难孩子呢 去吧 我正好找你有事收你了 抓到你了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你们两个联合起来欺负我啊 小剑 小剑 快跑 别跑 那画你 不要别 在你脸上画上胡子 不要不行 不要 不要 不许画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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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 出去 我不看了 你们继续 好啊 继续在你脸上画胡子啊 爸 快点搬走 动作快点 快点 来 走 走 走 表达 这孩子 越发像他的父亲 天儒啊 谢谢你 为我培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孙子 爸 都是妈妈的功劳 我哪里懂得怎么管教孩子 虽然是迟了一些 但是我们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 回屋吧 有什么话慢慢说 世约 车上都是一些顶要紧的东西 回头你清理一下 另外 这是今天上午送来的账目 核实一下 爸 这 这事好 没有 我最后 马之后 我估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一旦是做了父母 那就没有轻浮可想 都是老下作 受累到死的命 世君这个孩子呀 我从小就器重他 这你知道 所以呢 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大的隔阂 我相信将来继承我一波之人 必是他 活到我现在这个岁数啊 什么都想明白了 可是什么也都完了 就觉得这一辈子的时间 就像是一阵风 回头想想 能说得出口的 无非都是些劳苦愁烦 我这次回来 不是来逼世君马上结婚的 我就是想回来看看你 看看你们 死了我也就安心了 老爷 你的心我懂 不错 爸 翠芝知道您搬回来 他让我问您生好 自己怎么不来问呢 他原本也想来看您的 可是又怕您生他的气 你这话怎么说 退婚的事不能怪翠芝 小剑的齐力不错啊 谁教你的 我问你话呢 这婚还没结就登堂入室 翠芝是千金小姐 哪里受得了这份气 我也气不过 什么家庭教师 竟拿我们小剑做幌子 你先去吧 沈老先生 小剑这棋是顾老师教的 这棋子是 是 腿脚不好 您请坐 行下了一半 不想扫兴 不如你来指导小剑 把这盘棋下完 有什么事下完棋咱们再说 我还没有教小剑解残局 顾老师既然知道这是残局 就应该知道残局无胜负 直男而退也是好的 耽误时间毫无意义 姐姐 慢着 姐姐 我们输了 我们投降吧 都还没有努力过就放弃 这可不是男子还应该做的 山老先生 多谢您提醒 既然为人师 我就不能愧对这个称号 现在这个残局叫 一范中原 既为人师 你能不能讲讲这个典故啊 您能不认真 用什么 我还没还 一范中原 讲得是姜维受人牵制 只带了一万病例 去攻打龙溪郡 结果 被邓爱给打败了 是啊 这叫自不量力 顾老师 你输了 一步走错步步错 导致你满盘结输 承让 我努力了 我这儿还有一个残局 想请教顾老师 不敢当 想必这里面 又有什么典故吧 这个残局叫做二范中丸 讲的是自不量力的江维 又带了亿万人马 他不敢走陵西镇 而是走得平西郡 同时呢 收买了当地的部落首领 要他为他卖命 最后还是一败涂地 顾老师一个女孩家 不应该对三国如此有兴趣 更不应该效仿之 沈老先生 我的确是看过三国 但却无意效仿 您怕是误会了 我没有利用任何人 更不可能利用一个孩子 沈老师 对小剑很好 我非常感谢你 但是只要你肯离开 想要什么 我尽量满足你 我的情感 不是拿来做交易的 我知道你想要的更多 但是有我在一日 你休想 沈老先生 这最后一局 能否让我来补 竹香斋向西浦中 有一局叫迟乙降罗 世人都认为这蚯蚓降服蛟龙 那是以卵击石 而我却认为这是以若搏强 沈老先生 我知道残局无胜负 楼以汉术 又何曾有过征服之心 不过是想求共存罢了 正所谓水滴石川 只怕有心人 你是想今后和弑君的日子 过得就像这残局一样吗 想让他和你变成一样的蝼蚓和蚯蚓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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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月亮出来得真早 小时候看到月亮只有一半 家里的老人就会说 你的愿望只能实现一半 于是我就天天去看月亮 发现几乎每天的月亮都是一半的 我好生好奇啊 莫不是 人的意愿就只能达成一半 月有殷勤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此事古难全 古人早就帮你想全了 你就别再乱想 不是还有失误的月圆可以看吗 人为什么要结婚啊 两情相悦 你看那个婚子 左边是个女 右边是个婚 女人只有在婚了头的时候 才会想要嫁人 我现在 比任何时候都要庆幸 学军 我根本没有退入了 你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是你 你还能留得下来吗 你要打我干吗 我带你来开这里 跟我走 我不怕 我不管什么父母之命 什么媒座师爷 我只要你 我只要你一个 我不管他什么父母之命 我娶他什么媒座师爷 世军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你一个 你跟我走 世军 世军 你哪儿都不能娶 你必须留下来 你必须留下来 你如果是一个抛弃家庭的人 我也就不会爱你了 大少奶奶 妈 大少奶奶 妈 妈 妈 哎呀 别弄了 你不在那儿好好带小剑 跑这儿干吗 世君和曼真 一起回上海了 谁说的 假不良 我亲耳听到的 依我看 再由这世君的性子 就把这孤男寡女出事啊 别在这儿下手 妈 人有人都在船呢 是不是 世君晚上睡在曼真的房里 真的 妈呀 妈 你快做个决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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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走吧 十几年 习惯跟你说话了 反倒不习惯 大活人在跟前了 我想的 你不见得 你不见得从此就不去了 说不定你的病一好 对这边就又冷淡下来了 世君要是在南京 倒还好些 他在外边历练了一分 可真是脱胎换骨了 要是肯接受袁太 你也就不必烦恼了 你也就不必烦恼了 你去床上睡吧 别在椅子上睡了 老爷 老爷 老了 在椅子上能睡着 到床上就睡不着了 回去之后 要好好地养身体 虽然外伤已经痊愈了 还是要当心 不要留下隐患 你不要恨我 谁让我是一个母亲 一个妻子 顾小姐 对不住了 伯母 您印象带我很好 对不住从何书起啊 我已经安排了梁叔去送你 世君 世君 妈 你为什么要比她走 世君 我跟你说过了 你爸爸的身体 不能再经受任何的刺激了 无论是谁 都不能打破这个家的圆满 这是我的家人 这是我们的家 世君 奶奶说过 要看我们姐妹两个 堂堂正正的家人 你如果尊重我 就让我回去吧 你说得对 是我欠考虑 要走一起走 我们一起回上海结婚 你敢 世君 妈等了这么多年 好容易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你就不能让妈妈 过几天顺心的日子吧 如果你今天要走 就别再回来了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妈 世君 你留下 与其这样一起回上海 你心神不宁的 倒不如留下来面对一切 我们躲不过去的 伯母 您放心 我也有亲人 心里的牵绊我懂 如果世君真的是抛开一切 他就不值得我爱了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走 如果你对我是真心的 我就可以等你 我们还年轻 还有很多很多可以等待的时间 我me 我